嘿喲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Reno 今天要來看達洛匹圖倫對上潮水人 這場比賽是邀請賽 邀請賽是由Viper對上Hella 這次邀請賽我覺得相當精彩 根本不輸沙漠之王或是競技場大師賽 這個比賽雖然獎金非常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兩位頂尖選手都有參加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看一下這場比賽打得如何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Hella 這邊是選擇了達洛匹圖 那達洛匹圖在這個模式來說 忘記講一下這個模式了 這個模式是帝國戰職的模式 那一開始村民出的18村 一開始就有伐木工跟金礦工 還有這個少量的農田 還有這個軍營跟兵工廠 那經濟分配大致上原因是怎麼太大的轉變 那就是該有都會有 就是可以直接去掉黑暗時代 直接進入封建時代出兵的一個重點 那變成就說 Hella這邊達洛匹圖 三級時代兩百木的一個加成 就會消失了 那在黑暗時代到封建時代 這之間的這個經濟buff 就沒這種明顯了 反正就是變成跟朝鮮平起平坐 就會有點沒有那麼有優勢 而且朝鮮這邊還有軍事單位的木材減免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Hella可能會稍微劣勢一些些 那大陸匹圖人呢 帝王時代可以出這個樓船 做一個戰船的壓制 因為他這個樓船的遠方很高 但我覺得其實用起來有點鳥 覺得直接出奴炮戰船會更好一點 那我覺得樓船定位其實有點像是朝鮮的龜甲戰船 但是龜甲戰船定位更明確一點 在這種坦克坦力始祖之外 傷害也蠻高的 所以也沒有像對方 也沒有像打我P2的樓船一樣那麼鳥 麥克爾這邊直接打了三隻公兵出門 下方這邊蓋了一個碼頭 想要去偷抓一下對方村民 這三隻村民直接走到了Hella家的下方 直接開始偷瑟瑟 這邊瑟瑟的結果讓Hella有點難受 因為這邊四標死村 三隻村民是很難擋得住的 應該可以拿到兩村不是問題 拿完之後就趕快收走 但是由於是公兵開始關係 所以家裡現在中間這塊區域有點危險 但還好這個北極這個土地 這個戰艦是不能過來的 Hella這邊嘗試繞了一下 繞這個地方可以收到這裡的村民是沒問題的 但這邊直接起了一個箭塔 就會守住這邊岸邊的騷擾 兩邊都是很聰明的 選擇了岸邊起這個箭塔 那北極的工兵要本來走到Hella家裡之前呢 就已經被戰艦給收掉 那朝鮮人戰艦是不會太強的 我覺得啦 他只有這個龜打船很強 但其他東西都是正正常常 普普通通 但是朝鮮人箭塔是非常強的 他到了地龍時代 可以免費升級箭塔之外 還有這個翼城技術 可以讓這個箭塔的射程非常遠 像這種地圖 選韓國真的是蠻正潔的 因為可以插的地方很多 不只是這些地方 你空圖的範圍就越廣了 所以我覺得這張地圖是對VIPER是有利的 那Hella的話可能要盡可能 打出自己的工程器優勢會比較好 因為打我P2的工程器有這個木材截面 所以可能要盡早的去出自己的投石車 去跟對方互打 但投石車又很怕對方的大型箭塔或防空箭塔 所以我覺得這變成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但打我P2又火炮 所以可能要上地龍時代之後 朝鮮這邊 打我P2這邊才有可能一個大規模進攻的成功可能性 那VIPER這邊前起 基本上只要出這些箭塔 然後再出一些自爆船或是火魔桶之類的 火戰船 就可以反擊回去了 那前起開龍 也是VIPER的拿手好戲 所以前起應該不會有大規模打戰 那法蘭斯科亞這邊兵出了一點多 出到了九艘戰船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前起應該沒有什麼太多特別的地方 我們先掠過一下 這邊看這根箭塔打得很好 靠VIPER直接點龜甲戰船 龜甲船這個不錯 好那我們待會看一下 龜甲船的傷害一開始是50 然後遠防有5 好直接開砲打死對方刺頭 那我們看來打這個廖望塔 你看這個廖望塔打得跟我們抓癢 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龜甲船出來了 朝鮮的海上優勢展現了出來 龜甲船很害怕對方的火戰船 還有這個自爆船 所以也不是說 白火這邊龜甲船就一定是百分之百有優勢 只是他現在可以一砲一個村民 是比較有威脅性的 黑拉這邊是選擇了點下 奴化戰船升級 升級完之後也變火戰船 到位箭魚 二級射 二級木一級農也點了 白火這邊是點下的航海技術 這邊變奴化戰船之後 想要先射對方村民想要阻止蓋塔 這邊直接升級防衛箭塔很煩的 而且有二級射 有二級射的箭塔 打船其實是有點傷害的 並不是那麼癢 好你看這邊龜甲戰船直接被奴化擊火 還是會被損失掉的 所以龜甲戰船不能當主力的原因 就是單純很容易被擊火 但是等他點下精銳龜甲戰船之後 血量到了350滴血 這個坦度就稍微還不錯 但是那也是這種時代的事情 所以城堡時代龜甲戰 就是虛晃一招 就是嚇嚇對手的 麻煩可能會繼續農吧 我覺得他不太可能會把龜甲戰 當主力吧 他應該沒那麼傻 人家可是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呢 雖然我覺得現在實力來說 還是黑打強一點點 但這場比賽來說 我覺得vipers我明明上有優勢一點點 但打我P2也不弱 講實在的 但打我P2弱的地方就是馬 但是朝鮮的馬也是弱的 兩邊都是差不多弱的情況下 朝鮮這邊有優勢的就只有箭塔的部分 還有這個龜甲船 不好說 我們就來看一下怎麼秀吧 這個分析喔 分析到後來 看他們打來還是比較實際 好 朝鮮這邊是點下的修造院 除鮮生女可以稍微去 給對方威脅 找一下對方戰艦 那目前是69村打64村 vipers這邊3TC開龍 可以打第三個TC蓋在外面 這個有點風險 但黑拿打得非常激進 這根城堡直接建立在了vipers旁邊 vipers這邊有看到 這邊直接收村離開 把伐木工全部拉到後方去 這邊第一時間點一下地龍實彈 vipers這邊點地龍比較早 但是現在目前海戰是黑拉有優勢 所以到地龍實彈 vipers應該也不會出 金瑞 應該不會出火炮彈船 而是會單純出火炮 或者是巨頭來開拆喔 對方的城堡 那待會兒 以上地龍實彈 要先點化學 跟巨頭 這兩個東西 這邊貴甲船 一艘慢慢拆 拆建植物 上來是打得蠻痛的 那待會兒vipers可以考慮點一下火箭 火箭技術在學院裡面研發 點下之後 劍塔的這個箭矢傷害 對這個船劍有這個增傷 好像增傷40%吧 這個科技很久沒有去點 果然vipers先點化學 還有巨頭 那稍微說明一下為什麼 vipers一定會點化學跟巨頭 因為第一時間家裡有移動城堡 那點化學的話是為了要出火炮 那不是為了要升加攻擊力之類的 只是火炮這個傷害喔 要先趕快點出來 這邊巨頭先架起來 開拆 vipers兩棟城堡 可以撐一段時間 不是vipers 黑啦 黑啦這邊開始撐 這邊補一個大學 達羅皮圖這邊應該是要趕快下化學 但是這裡沒有黃金 要賣一下木頭了吧 可以來賣木頭嗎 可以來賣木頭嗎 我賣 化學賣了很多 先點單道學 尷尬了 化學更慢了 好 那vipers還點下了專瓦技術 提升一下城堡的血量 更忙碌 好火炮已經按下去了 好這時候vipers村民宿來到八九村 黑啦這邊正式已經反超了 九十村打八九 火炮彈船也升級 黑啦開始 這是黑啦 vipers這邊開始要來轉戰劍 好三巨頭直接拆掉了黑啦的移動城堡 但是後方的巨型頭司機還在輸出 待會有火炮之後可以拉到這個位置 去偷拆人家的巨頭 那這邊巨頭數量也多了起來 vipers這邊能修的回來嗎 火炮開始在做反制 但是奴炮戰船居然可以射到 但是這邊已經進入了vipers的射程 城堡的射程範圍 還是輸出掉了 一台巨型頭司機 這裡火炮立大功了 直接抵抗住這邊的工程 這邊工程應該是沒希望了 這邊再怎麼修也修不太回來了 再一發 倒 ok 巨頭立刻反制 黑啦這邊開始有點尷尬了 戰劍也是被慢慢打回去了 火炮再度拆掉了更多的巨型頭司機 全部拆光 這邊補下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是要來轉火炮了吧 這邊化學也補了 好 那vipers這邊點下輪炮戰船 大型劍塔也已經ok了 反正就升到地圍實在就會升級 這就是韓國厲害的地方 但還有沒有點下這個一層技術 點下一層之後 射程會更遠 這個大型劍塔會更煩 化學之後點火箭 然後再去點這個劍巢俠 好 反點了火箭技術 好 火箭點下去 待會黑啦這邊就很難控圖了 這個韓國劍塔不容小墊了 非常難受的 不容小看 小看 小墊小看是哪一個 這個中文真的很難 好 左邊繼續插了劍塔 黑啊這邊看到劍塔要來反制嗎 但是這裡有大型劍塔囉 而且火箭技術也好 看看如果被這個火箭射到會多痛 哇 直接半血 哇 射了四分之一的血量欸 好痛 戰船一直在減少 直接射三分之一啦 我的天 全重的話是三分之一 好 當然是 WP2也出了火炮 這邊火炮互雜 但這邊大型劍塔射程實在太遠了 不然是8加3射程 好 趕快點下銀罐 點下銀罐之後就可以很有效的反制火炮 好 好 Viper這邊村民宿來到114村 黃金有1000多塊 兩邊都相當有錢喔 好 黑拉這邊補下航海技術 來提升一下跑速 巨頭開始加起來 開始要慢慢往旁邊攻了 哇 一層技術好了 這個範圍好廣啊 地圖上到處都是這個 Viper的射程範圍 好 這邊拉非常多村民 直接硬蓋喔 這邊火炮戰船想要來阻止 Viper這邊蓋箭塔 這邊能蓋起來嗎 91%取消了 直接搜村 用大型劍塔去反制戰艦 效果還不錯 但火炮戰船傷害是很高 唉唷 直接被巨頭給砸掉 哇 這邊隕石樹砸得非常漂亮喔 好 這邊出了一隻馬戰車 可以拆到一隻殘血的劇火炮 沒問題 OK 這個雖然蓋了起來 但也沒辦法修了 好 上方 Viper也是 偷偷偷渡了一個劍塔在上方 開始要稍微小小控圖 來拉一個馬戰車到了上方 好 看著這邊挖石頭 偷偷輸出一下 好 點一下造船員喔 這個造船員相當關鍵喔 造船速度提升喔 而且費用還可以減免 喔 這不用找到幾台 哇 這個巨頭輸出也是很猛 好 三台火炮加一隻聖律喔 還是在這邊繼續騷擾Viper Viper這邊要考慮轉輕騎兵路線嗎 還是要直接轉大量馬戰車 直接淹死這些火炮呢 好 現在要轉出些兵是有點困難喔 肉類不夠多 木頭跟黃金是比較多一點的 還是要直接變火炮大戰 還是要出生旅 好 這個都是可以去思考 好 Viper這邊直接用馬戰車硬點掉了一台 一一隻 不是一台 一隻生旅 然後用火炮也砸掉一隻生旅 哇 這個生旅直接雙解解的很美 好 這邊大型劍塔把黑拉撕得有點不要不要的 有點煩 好 馬戰車繼續追擊 追擊掉了蠻多數量的火炮了 這邊可以先打村民 好 這邊一直被騎擾的關係 黑拉在家裡建立寫了一棟城堡 想要來出軍投資機來反制大型劍塔 那白河後面這邊可以考慮按一下這個火炮 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稍微擋一下 這邊黑拉被壓了回去 這邊戰船居然也被殲滅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哇 這哪時候打回去的阿 我們來稍微巴苦一下嗎 沒有 他主力在這裡阿 那是少量的 我希望他主力怎麼全美了 OK 這邊稍微縮村 反擊一下 好 黑拉這邊點下造船員 精銳火炮戰船也升級了 哇 你看這個大型劍塔可以撕到巨頭 好狠阿 十三射程 跟火炮對射沒問題阿 好 黑拉的正面劍隊開始回來 白河這邊點下了拇指環跟增兵技術 還有劍如學 好 下方稍微擠得差不多了 雖然損失了一些馬戰車 但這個結果能接受 好 正面戰劍要開打了嗎 但這邊戰劍是要來防守自己的大型劍塔 戰劍這邊守得還不錯 但是數量上是不... 不給於黑拉的 黑拉有24台 唉唷 這邊出柔船了 柔船攻擊是9加4 遠防11 非常的坦阿 重其奴炮戰船是13攻阿 打下柔船只有3滴阿 但是 奴炮對柔船還是有這個 偶外傷害的 所以不是只有3滴而已 這麼簡單阿 所以其實柔船也沒有... 說時代也沒有... 彈到哪裡去 好 這裡火炮戰船沒有空好 直接送掉 這邊來看一下這個柔船怎麼發揮 對唷 少量編輯兵出來 直接編爆了 VIPER這邊村民 VIPER這邊會轉出龜甲戰船嗎 還是奴炮戰船一直線呢 我覺得奴炮戰船是比較實際一點的東西 沒有那麼花俏 但是 卻很實用 海戰來說的話奴炮戰船是不可或缺的 好 射到一發 直接自滴火槍 再用奴兵去搜頭 OK VIPER這邊細節操作很棒 好 這邊直接要... 硬...硬...硬...硬拆嗎 這個太狠了吧 他想要用柔船當坦克 去吸收大型箭塔傷害 確實這想法是可以啦 但...被劍塔射...不是... 不是那麼癢的事情耶 還是很有傷害的 好 這邊點下了劍俠槽 重點下 增加一下大型劍塔的傷害 玻璃可以再狠一點 但是上方也是非常多的戰艦 直接把VIPER的劍塔一聲聲拔掉 後面非常多的距離投資機 總共有6台 後面拆這個劍塔速度非常快速 VIPER這邊可以即時造出更多的奴炮戰船 來反制對方的柔船陣嗎 柔船陣的優勢是 血量有250滴血 奴炮戰船只有165 硬生生多了快要... 快要將近100滴喔 大概85滴血吧 好 那這邊也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大型劍塔也是慢慢補 但這邊...沿岸掃盪 VIPER有點...難防守的感覺 這個柔船好坦 但是打對方弩炮戰船有點癢 有沒有看到 自己損失這麼多血量 當然MIPER卻損失很少 而且這裡還有大型劍塔在輸出 怎麼看HELA都會虧吧 是我錯覺嗎 他怎麼覺得這樣子... 恩? 是我遊戲理解錯嗎? 應該是柔船打不太贏這樣子的... 攻勢吧 對啊 打不太贏啦 被打回去 這個...這個是HELA在送...沒錯啊 哇 乖 HELA這打出GG的太快了吧 哇... 我想說奇怪 他這個送一波是... 他覺得打得贏嗎? 恩?不對吧 這個大型劍塔加弩號戰船 怎麼可能打得贏 哇...HELA這邊沒想到是最後的波紋喔 我...我以為他可以直接拔掉 然後逆轉 然後把VIPER給推回去啊 哇...結果VIPER還是用自己的強大的劍塔防禦喔 就...硬生生的把對方給嘟掉了 那大型劍塔大後期有2000多滴血喔 其實有點硬啊 要硬拆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喔 除非像HELA這麼多巨頭 但巨頭前面亦沒有這個... 城樓的保護還有這個奴號戰船喔 還是很容易被打爆的 那HELA加儀金晃也不太夠了 而且上方也被鬧 這個金晃也被控住了 所以才打出GG了喔 中間這裡搶不下來的話 基本上也沒黃金可以用了 那VIPER這邊還有一些少量黃金喔 這裡的帝也拿了回來喔 所以黃金上來說還是可以繼續打的 HELA這邊打的有點可惜喔 最後樓船打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還是輸了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我們按下訂閱喔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不會吧 我們下次見 沒問題 有給我 等會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